現任埃及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出身為工程師、大學教授 1975年穆爾西獲得開羅大學的技術工程學士學位 1978年又獲得該校的研究生學位 1982年他再獲得南加州大學的工程博士學位 1982至1985年他擔任南加州大學的助理教授 1985年他回到埃及擔任載加製格大學的材料科學教授 1991年他加入穆斯林兄弟會 在穆巴拉克時期他曾兩次被監禁 2005年他成為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組織的高級成員 2011年他參與了自由與公正黨創建工作 並擔任首任主席穆爾西成為該黨候選人 參加2012埃及總統選舉 6月24日當地時間16時 埃及最高總統選舉委員會公佈穆爾西當選埃及總統 因此他成為埃及歷史上首位代表伊斯蘭勢力 而沒有軍方背景的總統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